非常介绍的感恩朋友 终于今天刚才一提哥 为大家试驾车款 我觉得呢 光看就已经觉得 The Boss等级了 对 这么巨大的车身 当然包含了很好的空间享受 但是它的这个引擎配置 动力甚至最新的 这个手机应用表现 其实是令人耳目一新 是 因为如果你要买一台 中大型的豪华修驴 电动车已经选项也不少 对不对 BMW的iX是台湾非特斯拉 正义卖最好的电动车 那喜好多就不在话下 所以大家就会讨论说 那这个时候 如果我还留在油车的世界 可是我也想要买到的是 很高端的产品 那X5它现在到底 是什么样的布局呢 是 那我们就今天来一个 全面的这个科技测试 没错 因为你会发现 它比你想象的要更新 更科技 更强了 走 我们如果讲到X5 到底进步在哪些地方 首先我觉得就是 整个使用者的界面 是 Eddie哥 开车的时候 你会依赖抬头显示器吗 会因为很方便 对 我特别爱用抬头显示器 然后以它的显示镜面来看 第一 限速 提醒也有了 我们讲的车况 是 它也有了 然后你除了现在的速度之外 我觉得它整个全彩 然后涂姿清晰 好判别的这件事情 它真的会让你很轻松的 掌握到你想要的资讯 当今五米的车长 然后哇 开在路上 你都会觉得 高人一等的这种坐高 很多朋友可能 还蛮喜欢这种感觉 因为我有时候 不只可以看到前车 我甚至于有机会看到前前车 前前车 对 对 然后再来 我们要上快速道路了 没错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BMW 我自己很钟爱的 无论是导航的图资 或者是他们现在的使用者界面 Operating System 我觉得都可以 很好试一试 应该说它可以到8.5 目前最高等级 8.5 这是首件的对不对 对 因为之前 即使是i7或者7 它都是8.0 对 然后他们可能后来可以更新 到8.5 用TA可以更新到8.5 对 但是 你现在在X5上面 它8.5就是标配 对 那有什么差别呢 我发现 12.3寸的前面的仪表 14.9寸的这个中央的使用界面 它确实不太一样了 各位观众朋友 本来BMW大家是不是很习惯 就是一个一个一个 然后左右波 大家现在都浓缩在左侧 然后你有点像手机一样 我就这样上下滑左右改 这个很棒耶 我觉得这一次的 operating system的8.5 它是把思维改变 让你在操作的时候 有更方便的选择 然后那一页一页的 原来要设定 现在在最左边 对 就让你可以操作 反正我上车 很多人都直接连接手机 对 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那你如果比较喜欢 用Google Map的朋友 那我这个部分 全部是Google Map 可是BMW自己的系统 它还保留在左边 一个很完整的界面 所以它等于是并存 双轨 资讯很多 那你是不是也很想用 一起用吗 对 是是 大家一起 就各有发挥的地方 对啊 你都花钱 买到这个界面了 你总是把它覆盖掉 不是很可惜吗 对 没错 所以就是BMW原先的设计 主调 它自己选项 它自己留着 然后把Google的功能 显示出来 那左边还可以恢复到 我要看天气 我要看车况 我要看这个其他的资讯 对 然后台风虽然走了 可是我们总是觉得 哎呀 有时候可能突然下雨什么了 我可能还想保留一个天气的界面 是 我也可以在这里找到福祉 而且迪哥你知道 我刚刚悄悄地做了一件什么事 你启动了那个跟车吗 变换车道辅助 好 因为我刚刚就想说 哎呀 那个 六七跟i7上面有啊 是 现在X5都已经标配 标配 对 好 那我现在呢 想要变换车道 轻轻一拨 是它变的 是它变的 它变过来 然后我在自己控制 弯道里面 我想要的功能 是不是很棒 这个我觉得在X5上呢 它应该把所有的这些 先进的像 手机的遥控功能 或者是车辆的这些 应该说换车道的辅助 都放进去了 之前我们其实也有用过 BMW的AR扩增实镜的功能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 一般画面 然后到了 再转路口的时候 它会提前出现AR 让你知道 但我现在发现 新世代的界面 它更厉害了 它是从头到尾 一路可以AR 是 就是我刚刚注意到 它在远处 它现在一个箭头表示要转了 但是在贴近 马上要转这个路口 它变成连续箭头 所以可以提醒你 这是即时 就是这一个路口就要转 最远的时候你靠中间 对 图姿 3D 辅助你 然后AR的实镜就是 你看到所见即所得 对对对对 对不对 是 所以我现在需要立刻转 对 箭头越来越大 对 它会变大 箭头一直在变大 它会出镜 表示你完成了 哇 这个用过就觉得这个进步真好 对 用过可能马上要买一台 对 但是你看我们在这种小巷弄内 是 刚走我觉得当然啊 就是车宽 你可能会觉得会不会有障碍 你如果走到死巷子 它可以自动倒车 不是只有50公尺 已经到200公尺了 然后再加上 它有路径记忆的功能 所以例如说你的住家 你的办公室啊 然后你都可以走一次之后 下次再来 你绝对不会不好走 是的 因为它都帮你记忆的嘛 是 那这些就应该就全部了吗 最新试弹 等一下还有功能 我带你去一个秘密的地方 我们再来实验 啊 真的吗 是 还有隐藏版的 对 隐藏版的功能 等一下会令人非常的惊讶 好 我们继续看下去 是 Eddie哥 是 我们要回到出发点了 是的 你说还有一个压箱宝的功能 要展演给我看是什么 对 终于你看 通常我们在遇到这个很窄的停车格的时候呢 大家都下车 因为通机很窄 那BMW这个记忆的停车的功能 就会说只要你停过一次 你在住家停过一次 到最后我们全部下车 就可以用遥控的方式 让车子回到你自己家的车位 哇 以前单纯的前进后退已经不稀奇了 有了 现在叫做记忆停车 那我们来试试看 对 我们来试试看 好 现在有两个车位中间的一个车位 说真的 我都觉得那自己停也可以啊 但你所说的 万一我很难下车 对 连我驾驶都很难下车就很痛 而且我们会敲到别人车 或自己的车门敲到 对 不行 我们不要当那害群之马 但机会太难得了 是 我可以留在车上看吗 对啊 那就让我用手机展演咯 好 那我下车了 好大别 我们来操作吧 我现在就要用遥控 手机遥控来停车咯 来 起动 各位观众朋友 实在是蛮赞叹的 我觉得以现在科技的进步 然后这些车用功能的提升 在日常情境上 大概你可能遭遇到的困难点 他们是想办法帮你排除 之前包括了他的自动道车 200公尺 然后或者是说他的路径记忆 很有始组这件事 我都知道 Eddie哥旁边的人都在看 想说这个车是怎么办到的 驾驶座没有人 他跟我说大拇指了 太棒了 这个程序就是知道 你之前的开法 跟你做的所有的动作 他都记忆住 然后他用记忆的方式让车子回去 因为旁边两台车 很近 很近 确实如果Eddie哥停进来了 他应该很难打开车门 哇 你看他 他真的停得很好耶 就靠手机 停车程序完成 我觉得这位驾驶一定少 他怎么上程 这个X5的驾驶 到底是怎么做到这件事 终于 现在很难出来对吧 对 我要出去 手机有第二功能 就是其实就是可以直接遥控前进 把就是把这个很窄的这个空间呢 借由行驶到车位的前方 把车叫出来 好 我来 我来遥控 好大的遥控车 对 这样子 你好下车 我好上车 真的 对 这就是手机遥控 所以没关系 X5虽然它又长大了 车长又长了一点 而且它车宽有两米多一点点 但是遇到小车位 不要怕 好不好 这个功能帮你搞定 有 台转油车才够热血 有 电动车满满高科技才够香 对 对 不要吵啦 要吵就是LINE聊天市场 你要的燃油车 你要的电动车 地球王金线LINE都有 还有车台独家 购车攻略 车友名调 现在就拿起手机 加入地球王金线LINE好友 还有汽车周边 让你带回家 LINE 地球王金线 从电视萤幕飙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手车事报导 年底Toyota的全球 这是树立像 我们现在试驾了就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需要选到你也看不到的啊 凯车友们 地球王金线LINE邀您 一起上线